《自閉在我的太空彩》 《紫尚聚演離家出走》這首歌劇上講 故事內容是主角已經對地球的生活 看到很多報道及社會問題 他現在無法忍受 他決定要搭一艘自製的太空船離開地球 找一個新的落土在太空 但用這件事想比喻 有時我們生活都會遇到很多難題 很多困擾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試試離開一下回來再看這件事 或者會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一個比喻 故事就是那個人去到太空的時候 你真的離開地球 但去到太空只有你一個人 原來黑騎最恐怖的就是 你始終要面對自己 所以有時可能是需要自己 自我去調節一下 有一個看事物的價值觀 可能比批評更重要 因為其實這首歌本身我是在17歲的時候寫的 因為當時我不知是青春期 又小時候有點反叛 然後又覺得生活好像有很多問題 自己不懂得解決 然後我出到街又覺得煙煙脹氣 好像有人說有很多噪音 結果我就寫了這首歌 但是17歲的時候又有這樣的感覺 純粹想逃避 即是給我一些空間逃避 但是這麼多年後 我現在再去真正可以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就會有一個看法 其實就是需要我們自己去思考 去尋找自己 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好像結婚之後 現在譬如寫一些歌 會… 因為以前自己小時候 創作是可以鐵馬行空 即是我想說一首歌 說逃避就逃避 然後可能可以是一些很空泛的想法 但是現在好像經常都做了一件事 即是上一首歌 都會想一個解釋給它盡量 因為很想這首歌 我帶出來是一個正能量 是有一點愛 是分享給聽的朋友 即是現在會好像… 我不知道 以前任性一點 現在沒有那麼任性 創作 因為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自己都做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創作 我覺得自己 我沒有去衡量最喜歡哪一件事 因為譬如 我有時會很喜歡躲在自己做音樂 但我寫一下東西 但我又很享受拍戲 和整群組合的互動 我覺得各有各的滿足感 其實我一直這幾年都想出本書 即是寫一本書 因為我很想寫 以前寫過一個麻生系列 就是講一些古靈精貴的 我很想寫第五集 但我又未想到一個很好的題目 其實也有計劃 希望會有這幾年再出書 好像很難聽這句說 聽到之後 總是不想去研究它 因為肯定是無謂的事 但我覺得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沒有這件事 我覺得只是 譬如現在我和我老婆 思考的時候 都是在想我們自己 我們倆準備好了嗎 其實如果要養一個小朋友 我們要灌輸什麼價值觀給他 我反而要有什麼生活環境給他 我覺得這樣是最重要的 思想上的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小時候長大時 我家裏都挺自由給我 我覺得要適當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迫子女去做這件事 都挺自由 但我會灌輸很多 等於我爸爸小時候 一直以來都給我很多 他覺得適合的價值觀給我 我長大後 現在長大後 我回想起 原來這件事才是最珍貴的 其實都有的 其實因為我記得 上次十週年演唱會之後 我們Shine 然後就開始 我們和公司一起談計劃 結果就是剛剛搞幾年後 在今年我們做了一個 音樂劇 舞台劇 但又唱很多歌 這也是我們的計劃很久 演唱會之後我們也有去談 其實我們想先做舞台劇 終於在今年年初都做到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去想想 演唱會的事 因為我自己的專輯都搞了兩年 現在還有一首歌就錄完就出了 所以就是接下來 因為第一首歌派的時候 我在做舞台劇 所以完全沒有做宣傳 所以現在我希望 因為有些Live的Show會做 自己可能把所有歌 譬如要彈一個mini concert 但全部都會自己寫的歌 是自己寫的歌 自己彈 所以現在其實不斷要練結他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 挺特別的事 因為過往兩個人一起唱歌 因為我自己的形式和現在有點不同 如果說真的 其實兩個人的時候 我們是互補不足的 今天狀態不好 或者其實Sorry 我記得不太熟 首歌的歌詞 可以叫另外一個去補一下 但自己一個就會認真 看一件事不同 因為我表達的是我自己 所以一定要清晰 如果我真的有些表達出來的不清楚 我就覺得不太好 老婆 我經常都想跟老婆說 就是應該希望早點睡 希望可以早點睡 麻煩你們早點睡 不要這麼晚睡 因為我們經常都想 因為我們如果早睡 經常早起床 那時候的生活會 好像整天的時間多些去用 但你知道香港是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都想跟大家說 快點早點睡 但我們也搞到晚上三四點 所以早點睡 有時候 除了舞台劇那段時間對得多 其實現在好像已經沒有見過她 希望快點找她 有時間坐在一起聊 因為我很想跟經理人說 因為我今次做自己的個人專輯 其實她一直有支持我 其實這個個人專輯 是我的心願 所以現在可以實現到 我也要多謝公司的支持 我希望未來自己的Live 表演可以做得更好 我經常都推動自己 我跟自己說 我要推動自己 是你勤力接 粉絲嗎 粉絲就很直接 因為很多粉絲 這麼多年來都支持自己 無論我自己做甚麼 她都會支持 真的很感謝她們 所以我自己也要努力一點 我寫歌 所有東西都盡力點去唱 錄好她 希望可以給大家好的東西 好嗎 好,謝謝